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所以你看這一下載它那風險太大了 因為你是擁有這種著名度擁有這種財富 為了賺這一點點的小錢黑心錢 將你這些財富全部拉下來 還有我覺得這些錢還不重要 就是因為你的祖母你的祖宗 都因為你的這一件一點點的貪戀 造成你的祖宗不敢承認你是祂的祖女 你的祖女不管承認你是祂的父母 我曾經跟我兒子講 因為他小時候很小 很小在這裡玩玩玩玩 有時候都會尿下去 那時候很小兩三歲跑來跑去 我說如果你不聽話 你在那邊就不要叫我爸爸 因為你叫我爸爸我會沒有變子 從來以後我就把他穿西裝 都把他穿西裝 都把他帶啾啾 就不會了 我就知道 所以小孩子不能隨便穿 不能隨便穿 隨便穿他就會隨便尿尿 把他穿好一點 人家說你今天是Gentlemen 他站在那邊給人家誇獎 一整天三天的衣服都不會髒 你穿牛仔褲就會隨便做對不對 請問你穿旗袍會隨便做嗎 不會啊 旗袍一穿下去就很Lady 整個那種姿態就會跑出來 連那個戰術啊 穿西裝絕對不能脫背很難看 他就一定要敲開敲點 要敲一點啊 所以他自然一坐站起來整個會不一樣 所以你看當一個人他做了這些壞事之後 你擁有這麼多了 所以你看他 就是他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他還不足 不足嘛 不足 所以我就上一堂就講到富貴 富貴就飽讀經書 透過內化之後 露出於你的行為上 露出於你的行為上 你去服務別人 當然離開的時候 那個叫富喔 離開的時候 人家會掉眼淚 那個就是貴 那個富貴就是這樣 不是擁有幾千億的人叫做富啊 有幾千億 賣有還要賣黑心的你看 他哪裡富 他就不夠啊 我們現在你看我們要吃的 有的時候 誰呢 我們自己炸的 我們自己壓的 那是最好的 那是最好的 好 所以說因為你有那種聰明智慧 你才能洞察萬路 小的輸贏的腳步差很多 所以因為你們就有這種智慧 有這種銳注 有這種聖明 你寧願把你這一生 就投注在聖賢的腳步裡面 因為只有一輩子 你不要浪費掉 給你活100歲 扣掉20歲的讀書 80歲之後講話人家聽不清楚 所以60歲 60年 這60年的時間 60年 你寧願把它用在傳統文化裡面 這叫智慧 這叫智慧 這個過程要有勇氣 做的時候要有良心 要有良心 要有這個善惡步驟 你才能去完成它 所以你不能小看 搞不好你今天在這裡聽這個課 你去講給人家聽 不表示人家能接受 因為人受到名利恩愛 爭錢多利的欲望所心濤 它已經將那個價值觀已經改變了 當你現在談了高層次的那種理想的時候 它不一定能接受 但是我們不要氣餒 我們不要氣餒 一路走來 幾十年來我們屬中如一 才有今天有你們在這裡聽課 是不是 是 對啊 我們比當初的孔老和祖好不好 好很多了 他講到哪裡人家不聽 講過去人家還掃一掃對不對 對不對 對啊 我們好太多了 好太多了 他以前要桌遊列國那麼辛苦 你知道嗎 那個馬車 那個路都是一直跳來跳去的 開了好久 又沒有廁所 都很不方便的 旁邊又沒有茶 又沒有雜貨店可以買東西 很麻煩的 我們家呢 可以藤人家務 坐回去是不是藤人家務 對不對 我們可以順風 順風 兒 千里眼 可以千里眼嗎 可以 為什麼可以千里眼 對 我剛才才看北京王老師聊天 對啊 就那麼的清楚 就那麼清楚 對 就 打通了 美國 反正我早上十一點就和我兒子聊一下 早上十一點那邊就是晚上八點 再晚一點的時候 那個 我們家的家人 家 家人 在廈門 我們家的家人 在廈門就通一下 反正 這麼多的家人 那個是家人 那麼大 誰子都通嘛 就開著 等一下 講兩句也可以 就那麼的清楚 就那麼方便 那叫千里眼 對不對 順風兒 很簡單嘛對不對 Skype也可以 Line也可以 手機也可以 都可以 就很方便 這些不要透過修煉 用科學的方法 科技的方法已經可以 所以叫說這些都不用了 你現在直接講給大家聽 做給大家看 這樣就OK了 好來 我們再談 這個是智慧喔 剛才談的是智慧 寬和溫柔 可以包容天地 人因為透過內化 隨其存在無奈 透過內化之後 你那個雅量更大 因為一個人有遠大目標 一個人有遠大目標 在半路上 你就不會去計較那麼多 就像我們在橫渡日月潭的時候 我們要游到朦朧的體驗三千多公尺 這個半路上那麼多人在游 都會踢來踢去 我曾經被踢了三下 我踢別人兩下 踢了三下 踢到的時候也是很痛 不同人踢 他踢了之後 會踢你的人就是游比你快 他過去就把你踢了就走了 你要不要生氣 因為不能生氣 那個下面有十輪里 你不能停下來 你千萬不能停下來 萬一等下你停下來 腳伸出來剩下骨頭 第一點 第二點 你當下如果心情不好 會影響到你的體力 對不對 對 所以除了你的恒心 毅力 勇氣之外 你還有歡喜的心 有歡喜的心 踢到別人 你也不要說抱歉 他都是勇往直前 積極前進 因為你知道你的目標 在朦朧的彼岸 只有你擁有足點 他就能達到 人世間為什麼在半路上 那麼多的吵架 為什麼那麼多的講不清楚的地方 就是因為 就是因為你不知道 你的明天 會達到你的方向目標的哪個地方 所以你會期待明天後天大後天 搞不好明天就沒有了 但是當我們在日月潭裡面 我們曉得 這個當下 要吵架就沒有 等一下 不要明天 就沒有等一下 不要再明天 因為你在水中泡了夜酒 溫度就會越涼 那是一定的 一定的 因為你就靠著那個速度 在撐著你的體溫 所以我的浮標裡面 都會放一雙拖鞋 一瓶礦泉水 還有三支的巧克力 三支巧克力 我要下去之前 我會吃兩支巧克力 那個巧克力 可以給你的身體會熱量 萬一你感覺冷的時候 你就再拉一支起來 就吃一支 就這樣 吃巧克力好像有用 還是可以吃 都可以 還是可以吃 就是說 當我們在 恒度日常 給我領悟到 真的就是人生 有遠大目標的人 那種隔幾大的人 他不會在半路上 一直去計較這些東西 你以為一直計較這些東西 你的隔幾 你的目標方向不夠遠 一個要成勝成賢的人 要去計較這些東西嗎 對啊 就這樣 好 這個是一種人 好 那 那 混花鋼牆兼力可以承擔失誤 你既然在學習聖前的腳步 如果有機會你要承擔工作的時候 希望你要去爭取 人就最怕沒有平台 有平台就是你的機會 做了成功與失敗都沒關係 你都會賺到 你都會賺到 最起碼你賺到經驗 你有三次失敗的經驗 絕對會等於一個成功的機會 人不會常常錯在同一個地方 應該都經驗久了它就會改變的 端莊 災莊公正可以使人真正 一個人就是一定要透過修煉之後 真的 我們有學習傳統文化的人就會不一樣 在游泳場裡面 我就聽那些人在那邊對話 真的 那時候飽俗中入啊 緣不吉義 真的 不是談吃啊 談喝啊 還是談那些武術三二一的啊 好可惜啊 好可惜 人生真的就是這樣嗎 我們也不知道 我們也不知道為什麼都是這樣 好可惜 如果他們能和你們一樣 和我們一樣 都來學習這些傳統文化不是很好嗎 但我們這樣 人家都會更加尊敬我們 我在那邊都沒有開口 有人叫我總裁 有人叫我老師 有人叫我教授 有人叫我董的你好 好奇怪 我也沒有介紹我是什麼人 但是他們看到我就是這樣稱呼 我都回答他 就這樣 就這樣回答你 你來喔 是是 董的你來喔 總裁你來喔 還有一個叫我主行長 那當然是來行的對不對 他一看就看你這樣 他看到你做賓術三二零 他就叫你董的 那大家董的這裡坐那麼多台 不管他叫什麼都沒有關係 那個是一個拜明儲而已 來就是擋個招呼 我不講話的 因為我到那邊去就是要去休息 那兩個鐘頭就是在拼 我可以說是拼命休息 拼命在休息就是這樣 要換回我的建坑 所以說呢 從這個地方就可以看出 你摘莊中正也好 你婚花圖牆 你都可以學到東西 可以受到人家的尊敬 最重要最後就是說 條理清晰可以辨別是非 我剛才就講了 你的一輩子輸捨投出那麼大 真的 你不要在半路上 為了一點貪戀 為了一點爭鳴 為了一點奪利 為了一點個人的厭分 來輸掉 就非常可惜 你這些全部做了都輸掉了 就你看到那些股票上市公司 那個到最後都會倒掉 我所有的倒掉都那個 那個品牌倒掉了 再推出一加一 買一送一 要不要買 他買一品可以送你到醫院的一啊 你要不要買 你看就是你的一點點 你已經擁有這麼多的租產 你為什麼要去騙人 這一次的事情 風暴我認為是很好 重慶以後 應該就沒有人敢再去做這種事情了 在美國結束 絕對沒有人敢做 因為美國在這個奇怪是賠不起的 結果一發生你的公司絕對會倒掉 一定會倒掉 他們在賠出幾億的美金 那個要求都非常高 台灣的罰款太少了 罰個幾百萬幾十萬 那個不痛不癢 這個一速就破產了 你看他下一次會再玩這個嗎 不會 一速就破產了 一定要這樣 你躺那麼幾千億的董事長抓去關起來 抓去關起來 你如果那麼多的出產要幹什麼 還有你的名聲 你這一輩的名聲 你要可以解除掉嗎 不可能解除掉 一速的英明才會毀在這一邊的人 我說這些有他們也賺不了多少 以他們那麼大的集團 他賺不了多少 對不對 但是你看一速的英明都沒有了